内政部111年全国宗教团体表扬大会5号 在花莲县台湾援助民族文化馆举行颁奖典礼 这次表扬大会第一次遗失花莲 由内政部和花莲县政府共同举办 内政部政务次长陈忠燕 还有花莲县长徐正卫出席盛会 表扬新办社会公益事务基优的宗教团体 内政部为了引导宗教团体 善用大众捐款投入社会公益事务 增进全民福祉 特定定法规 并且在民国65年起 每年临选公开表扬基优团体 届时肯定感谢宗教团体发挥人机极机 人力极力的大爱精神 缔造文心祥和社会 表扬活动已经迈入第46年 今年公祭有18个宗教团体获持殊荣 其中花莲县既有 财团法人佛教慈善功德会 财团法人台湾基督教嘉南会 财团法人台湾圣教会总会 云住民教会以及财团法人中华基督教 清新会花莲博爱堂等四个团体 荣获宗教公益奖动员协力奖项 12月半各宗教祭天祈福的活动 已经持续了12届 而12届我们除了道教佛教 还有我们的祖灵基督天主 五大宗教 即便是我们的一贯道 也加入地方祈福守护台湾的这个行列 而宗教进化人心 宗教更能够安定社会 让社会更加的祥可 现在许多会感谢 所有能够承办这次表达大会 能够让各宗教团体 取得花莲接受殊荣 并且表示 花莲县每年办理各宗教 祭天祈福已经迈到第十二届了 并引用信仰大师提出的 五合 自信合约 家庭合顺 人我合尽 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 世界和平 肯定各宗教对抚慰人心 安定社会的努力 记得终于华彩博老